日夜溫差大造就有浪漫美景 玉山塔塔家清晨地面 鋪著銀色白霜 道路 草地 栽道 就像撒上一層銀粉 小心喔 路會滑 不要掉到濕的喔 山路轉彎處 山壁被白霜覆蓋 白茫茫一片如夢似幻 後面還很重 後面還很重 今天整個溫度大概13 4度左右 地表溫度大概0度左右 那現在溫度已經回升到 大概17 8度 20度左右了 所以日夜溫差相當大了 所以路邊有級別的情形 新中恆的紅榨醋楓葉 已經漸紅7成以上 清脆山軟件染上一抹風紅 讓塔塔家整天深秋又近眉感 公路原先大概7 8成左右 都已經裝成紅色的 現在的狀況相當的漂亮 目前正好是山羌繁殖高峰期 塔塔家解說員巡查 就遇見了16次山羌 提醒民眾遇到時千萬輕聲細語 因為山羌對聲音和動作相當敏感 民眾賞風賞景時關注美景 也別忘了腳下公路結霜 小心濕花 記者曾偉翔稱光的謝雲珍 南投採訪報導